烂人这个身位其实是非常大的 赶紧退回去 近点已经完成了突破 李军桐侧面的一个补枪 巨幅瞬间倒脸 这波巨幅被埋伏了 李军桐打得很主动 这个过点其实很危险 武帝在侧面找机会 停到了脚步声 拉过来两枪头 哇 这个人的头线怎么这么恐怖 这基本功太好了 而且对于巨幅来说 枪下面蓝手的话 小五现在也很棒 小五其实也是定位很准的快枪手 再来一颗直接跑在外围去 应该听到了声音 雷的伤害没有丢进去 正好炸到了五弟弟 小杨在打血 没有听到刚才小步声 两个人多打提前枪 小杨的血量太低了 最终还是特别获胜 成功地拿下了上一周81分 前面在开赛之前也说到了这个问题 就是因为巨幅的两场 埃伦格在揉点 然后这一盘的话 也没有吃到什么分数 带着司机的 TTT这一波吃到了 左上角的一个切脚 然后到大仓了 两颗雷 拖了一段时间 小童过来 但是刚一下车 就直接被一颗预判雷给炸倒 接车的雷 后面有人来串架了 现在很尴尬 再趴一下 现在有点尴尬 侧面从头已经出枪了 就直接架住 远点还有娇洋的枪线 现在DT 变成了被动防守方 中间也有一些烟 遮蔽了两个队伍中间的视线 主要是天鹿 他接下来会有其他的道具的 现在其实反而DT的位置 是相当的难受的 他每一个人几乎都在这样的火 可以蔓延的 而且这些烟对于DT来说 这种协同枪线很难完全展开 注意突破 侧面补不到枪 高脸的枪线又来了 那么双方再次冷静一波 12月 12月隔着500多米 把匆匆给打倒 一个人头 现在团队还没有拿到的 要冲了 屁股后面被 马哥给了两枪 萨萨直接一颗子弹就带走了 顺便还给补掉 天鹿还是稳健 没有人员到被补掉 现在隔着这么远 他能打中 就说明你其实在那边的活动范围 第一很小 对 刚刚上车的时候 其实压力已经等了很久了 9月直接被击倒 这个位置是很难再救了 前面TMA和New Happy 是有一波小小的遭遇的 许臣侧面也把黑猪给击倒了 VLG这个点位太尴尬了 两个队友都救不了 动了进入到常态房里面去 就位 就位 位置啊 非常限制VLG接下来的移动 走出去也要被抽吧 没办法了 想要给队友去架枪 主动对枪找个先机 天鹿已经被踩完了 这是最重要的一个点 山上的森林屋 有一半是在圈内 New Happy 然后加上17战队 再把这边的这种 小集装相防的这种位置给拿下来 你根本就 这个进攻欲望还是很强烈的 然后顶坡的 防顶的黑猪被侧面的小组 隔着 这有多少米 七百米左右 七八百 因为一隔刚好一千米 对啊对啊 破点 打尾车 先放下来一个 七五五 接了一波车 跟队友完成配合 双方都在来回来打补枪 DT已经收获了两分 血量很低啊 而且这边想要反向的 以比达一波 六一这个位置 有机会掏雷的 六一往后退 再来一颗雷 直接把对手收掉 高点上有人过来劝架了 赶紧封烟 六一的这个位置 其实非常吃道具的 看杜哥这个雷扔得很准 直接塞到六一的脚下 MCG想要实战进攻了 同时天路也从南边过来了 现在DDT被夹在两队的中间 是在一个底坡 把DDT包围在其中 高兴现在在烟里面 很难找到方向 是的 相比之下 WAMA的位置 好像是有一点点安全 但是其实 WAMA的屁股 其实已经被焦羊看到了 这一枪没有空枪 这种点实在真的太自闭了 高兴在厕所里面 就六一 但是已经基本被锁在厕所了 焦羊身上还是有火的 从从侧面的一发 AWM子弹带走六一 只剩高兴一人 封烟想要去混一下 是火 高兴翻出去了 已经拉到了侧面 远点烂人看了很久啊 居然没有倒地的人头给我吃 这天路进决赛的概率也太高了 而且现在已经拿到了九个淘汰 94分了 没什么问题了 已经把巨幅抄掉了 天路再次的交上 令人满意的答卷 还有在圈面被艾奇克卡住了 纽海比跟十七的正面对决 侧面的小鬼被打了回去 南南在跑底坡 速久了位置 看篮拳里面很致命的一个位置 纽海比这补了侧面的枪线的 这些大 自己还吃到了火的伤害 会倒吗 倒了 自己的这个火出现了问题 刚刚想要丢的时候 应该被伤害或者雷什么的影响到了 是 实际时候在下面的一个幕房 也是为了限制住 纽海比从左下去打的一个情况 但是中间有烟的话呢 纽海比反而是选择从右上角去打 那实际时候有第一时间 只能够支援前面 而山顶上抽的正爽的 翔路给民 还是进行了一个远点的抽吧 速久也是直接被淘汰 这两支队伍 接下来都挺难走的 翔路给民有 一的脸上 三边想要摸 一个侧身 跟焦阳 两个人的队位 焦阳获胜 焦阳正在向着 带枪指挥的方向去努力 远点特别的枪线 还是把焦阳给抽倒了 萨萨的架枪跟小童 完成了一波小鞋童 来个烟 萨萨很主动 一颗闪 闪掉两人 先把三边补掉 来颗烟 然后看能不能把焦阳给救一下 因为枪线确实是远 是啊 萨天鹏的这个抽把抽得很舒服 四阶段的一个北切之后呢 因为翔路的这个山头 处于一个很中心的位置 大方能够超级爽 四面八方能看到的地方都可以去抽一抽 五岩铁 差两枪差一枪 感谢兄弟的一波跑 好像要开了 这是分数 头上已经没人了 确定这个信息 然后又看到了MCG 补一颗烟 补个侧前烟再往前走 再秒一个 再秒一个 基本功很OK 是的 贝尔这个枪 战压还是有的小难度的 当然选手的跟枪还是没有问题的 队友给到局比走位 小PK一波 南南最终于克雷收尾 牛海皮三人小队开始了 不是说烂人 他蛮长跑 他总能躲过危险 当MCG出现他屁股后面的 当牛海 现在就要看爱奇和204两支队伍 接下来的圈行里面会怎么办 可乐的过点直接先把木琴放倒 木琴这个位置是可以救的 松松的下了山 而旁边的特别也要寻找下山之路了 他好像发现了难的 今年明明已经把杨阳击倒 然后南南在后面给架枪 周皮炎 幻神和明明的这个双人突破 已经成功了 DM在一个小反坡 这个位置可以PK 我的天哪 这枪确实是太猛了 南南直接去了 那高点的特别也不会影响到南南 随着南南走 特别也开始溜到这个坡下 2014也在卡爱奇 2014这局打得稍微细一点 机会还是非常的大的 围攻光明顶 然后明明一发 AWM击倒了可乐 这是一个试枪找手感的环节 反正不是补不了的 还是要往前挪一点车 又看到了波波 再来 又一枪 明明 今天大家的双局都挺猛啊 都是双局King 愚人压力很大呀 怎么搞下去 直接开冲吗 是的 这个圈直接是把他们给排走了 对 牛海皮主动发起了进攻 但换身路上被七八根枪线 直接给打了下来 没有完全的补完 想直接贴到这个房区去 确实是有一些困难 烂人已经忍不住了 出来丢雷了 一颗雷 丢到篮圈外 造成了五点伤害 还能再把明明拉一下 哇 烂人还要出来丢 明明 跟着篮圈 再打血 已经打起来了 开始往前跑 这颗雷刚好是砸在了男的的脸上 还得是鸡哥啊 明明直接跑到篮圈里面 不给分了 很理性啊 侧面 艾奇找了一波机会 贴到R04的经典 安芒买在了一个底坡 艾奇的人数 其实也不是很多 一颗顺 哎呦 这颗雷 没有听到脚步已经这么近了 这个距离掐环也会被听到吧 一颗闪闪到了石头后面 2014出问题了 不过波波站出来了 反坡之战 谁抢到这个反坡 前方的概率就会大大的提升 没问题 没问题 2014打下来 小龙给命 找了一波机会出来 却反驳 烂人这个位置 能打下来就能赢 同样的方向 就像刚刚2014去打艾奇 是一样的 有身位打左身位 大头 小杰铺 恭喜小龙给命 抓到了一波 劝架的机会 12个淘汰 成功的拿下了本局 在防御